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长庚医院联手清大台大及马街医院 共同打造出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半小时就能对毒物做快筛 将救命的速度提高8倍 预计3到4年就可以问世 这是光谱仪的主机 那这是我们的载胎 那这边有我们已经制备好的材料 以及上面有不同的样品 那我这边先demo一下 假设今天是第一个病人检体过来 那我们就会在这边 对他进行对焦 对焦好之后连线到软体 直接进行测试 这里看到就可以看到说 这是第一种光谱图 在检测人员操作下 没多久就辨识出荣耀巴拉液 这是由林口长庚 清华大学 台湾大学 及台北马街联手打造的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从临床需求出发 结合最新分析化学与奈米科技 开发出新式拉曼光谱检测平台 仅需要少量检体 30分钟内就可以得到结果 就像电影不可能任务里 阿汤哥的红膜辨识技术 因此又被开发团队昵称阿汤哥 拉曼光谱仪它的检测灵敏度比较差 那它的讯号是比较微弱的 那我们再次开发的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特别是在检测试子的这个晶片上面 那我们设计的全新的制程 开发这个非常高灵敏的这个奈米结构 来放大这些带测物的讯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极低的浓度情况之下 进行光谱的量测 那而且我们不需要因为不同的带测物 而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 也不需要有这些专一性的抗体修饰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免标记的检测 这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绿子上面 设计了奈米金属结构 那这些奈米金属结构的表面电厂呢 就会放大这些带测物的拉曼讯号 那我们最好的情况之下 可以放大讯号到达一兆倍 参与研发的林口长庚医院 临床读物中心主任严中海表示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比传统的检测法速度快上八倍 对于临床中毒患者治疗上有极大的帮助 如果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诊断 可以确定诊断 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 像巴拉医的话 我们想说 我们要尽快如果知道说他巴拉医中毒 然后我们就想说 要赶快使用高剂量免疫制剂 还有高剂量的一些类固存 这样就可以 这样我们巴拉医的我们说说 黄金抢救时间最好可以越快越好 最好可以在四个小时以内 那自己说陶石松花也是这样 要越快好 如果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就确定诊断 给上我们解毒剂 我相信就可以改善病人的一些存活力 除了辨识速度快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可辨识的范围也相当广泛 不仅有助于医疗 对于食品安全及司法科技也能产生影响 像新北幼儿园胃药案出现的检验争议 渴望不再发生 如果说我们在急诊遇到一些毒品的滥用的案例 因为我们知道说法务部它那个毒品有分 一级二级三级四 很多种毒品 然后又那么多种 然后有一些又是新兴毒品 像卡西桶 那是我们传统都没办法检验 那如果说未来的话有这种机器 我们遇到一个毒品药物滥用 那医生也不晓得是哪种毒品 就可以用这个拉慢的光谱那个平台来知道说到底是哪种毒品 然后医生就可以知道 跟半个小时就知道 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这项突破性研究成果已经在今年7月发表在知名国际期刊 备受国际肯定 研发团队期盼能在三至四年内正式问世 让嗜毒阿汤哥帮医师挽救更多生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这个诈骗事件犹如变种病毒 诈骗的手法更是日新月异推陈出新 教育部为了提升学生族群的防诈免疫力 结合友善校园州举办校园诈骗防治 你平安我快乐的宣导活动 提醒小朋友遇到诈骗事件时 谨记防诈骗3C原则 前几天要你买的那个点数你买了没 买了 那我等一下给你一个序号 你只要去到那里 之后把你的连结 把序号丢在连结上 之后你就会得到两倍的点数 子风车剧团演出校园常见诈骗手法案例 像是交友诈骗游戏点数及假网购等 以生活化呈现学生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境 透过贴近校园生活的戏剧演出 让学生有感 期许学生们都能时刻保持警觉 而行政院长陈建仁更是化身大人哥哥 提醒小朋友遇到诈骗事件的时候 谨记防诈骗3C原则 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哥哥姐姐 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说 哎呀糟糕了我好像被骗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三个C 第一个C叫做 对答对了第一个冷静 第二个是 查证好棒喔 第三个是 打165 耶大家为自己拍拍手 很棒棒 你们是我看过最棒的小朋友 看了表演以后有这么好的怀音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样好的 防诈骗的方法来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说 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不对 那我们要说 诈人之心怎么样 不可有 防诈之心 不可无 教育部长潘文中表示 教育部推动试诈面向教育宣导 举凡从师资 宣导课程资源等各层面着手 推动校园诈骗防治整体策略 并启动校园诈骗防治的系列活动 更特别邀请中央及地方政府 代表共襄胜举 共同宣示校园诈骗防治的重要成果 特别要提醒的 就是这个反诈骗 也就是刚才 子风车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透过非常精彩的 这样的演出 要让大家知道 看起来 是一个超好的 很棒的 好的条件 结果你一旦上网了 你一旦传了信息 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刚才看到同学的反应 很棒 那个大姐姐跟你求救 跟你请问 照片可不可以传出去 你们的答案说怎么样 大家如果这么厉害 我们就不用来这一趟了 表示大家都慢慢都知道 现在有非常多的 这些要骗人的人 或是一个集团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然后呢 用各种的这个诱惑 就是要让大家上当 把照片给人家 把点数给人家 甚至把钱给人家 那更可怕的一个 把毒品给人家 我们有一个跨部会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新世代 打击诈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 这当中有认识诈骗 有防堵诈骗 有要阻截照片 还有最后那一个要惩罚诈骗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大朋友 小朋友都能知道 我们都相信小朋友最厉害 你回去看到今天 演出那个高高的那个 很可怕的那个小魔王 动辄就是要把人家的口袋的钱 拿出来的 你回去 不是你知道而已哦 要记得告诉谁 哇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也要 阿公阿嬷觉得 哇五千块可以变 五万块变五十万 讲起来 哦好诱惑人哦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所以要告诉阿公阿嬷 告诉家人 如果有接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这才是我们认识诈骗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所以呢有了这个 就像我们在面对病毒的时候 让自己的免疫力变强 这些就不会侵害到我们 教育部也呼吁全国各籍学校 老师家长以及社会大众 诈人之心不可有 防骗之心不可无 诈骗防治 最重要的关键步骤 就是认识诈骗 不被诈骗 以及不诈骗人 要将防诈意识 在校园扎根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被视为定制洋服界 奥斯卡的世界洋服同业联盟大会 在国际洋服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 创意设计评比与金针金线奖竞赛 最后是由设计师李志成 以精湛的技艺出现 勇夺本届男装世界金牌 获得金针金线奖大赛世界冠军的作品 设计师李志成特别使用三个颜色 橘色象征丰收 白色代表和平 还有温暖的蓝色 寓意意后人们的复苏 2023金针金线奖世界大赛 由总统裁缝师李万进领军 代表台湾队出赛 击退众多全球劲敌 荣获男装世界金牌 而女装创意设计评比 则由李万进女儿李申运 以花好乐园作品 获得女装创意设计金手奖 要培育一个选手 从小就要给她建立一个 注视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做这种行业 一定要有耐性 你如果说没耐性 你就没有办法从事这个行业 那有耐性之后 你要一针一针一线的 你要去体悟 当她体悟到一个阶段之后 对这个产类产生有兴趣之后 我们才会一步一步的再往下教她们 主要就是说每次 但是我们自己带model去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说 在每一个裁判前面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大师傅 甚至各国的一些老财宝 那model其实大家可能 我们台湾的model 跟亚洲model 跟欧洲的 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差距 在身材比例上面 所以我想就是运用一些优势 就是我所谓的优势 就是制作上的优势 就是把他们的线条给裁剪出来 让他们感觉到说 其实我们的比例 虽然没有像欧洲人那么好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 跟他们一样的线条 甚至比他们更好的一个呈现 事实上连同本届金牌在内 李万进领军的团队 已是第五度夺下世界冠军 总共荣获八面金牌 庆功宴上包括立法院长游锡坤 前内政部长徐国勇 台北市产发局长陈俊安等贵宾 都共享盛举 除了让世界各国 看见台湾手工吸服的顶尖表现 也再度扬明国际 成为令人骄傲的台湾之光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农粮署洗手餐饮界 举办产销履历营业中成果发表 将国产优质产销履历农产品入菜 打造在地的风味独特料理 也透过团购型的社团通路 让更多民众在家或者是附近巷弄 就能享用新鲜好味 将通过产销履历认证的农产品乳菜 保证食材新鲜与安全 吃起来也就更安心美味 这次跟产销履历合作的农产品 像是我们的彩色番茄 然后这一道餐点的名称叫做 酿番茄酪梨沙拉 我们是用彩色番茄 然后搭配最鲜嫩最营养的宝贝生菜 还有新鲜的酪梨 跟我们的特制的酒汁姜醋 然后一起来制成这一道料理 我们经营的是地中海蔬食料理 那地中海蔬食料理 它代表是健康的代理食 那如果有产销履历的价值 就能说是用顶上天花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一直都有在选用在地食材 那希望可以透过在地食材 推广台湾的特色料理 那想要透过我们的品牌 那可以让我们的台菜文化 可以再永续传承 那我们的餐盒呢 是用比较清淡少油的方式去做料理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产销履历的是 用那个龙骨变性菜来当我们的主菜 那主要我们的黑米是用 那个彰化煮糖的黑米 以及用台湾的鸡肉 因为大家来那个居酒屋的时候 其实都很喜欢点香菇串 所以我们这次呢 就主要就是选用普利的香菇串 那我们有推出就是普利大香菇串 还有我们自己就是和风的那个炒乌龙 咸猪肉炒乌龙 今天有带来这个两道菜 一个是香菇烧肉跟香菇野菜炖牛肉 来给这个厨长来品尝 那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菜单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都选用那个 有产销履历的食材来入料 或者是水果来入料这样子 农业部成立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议题 就是要第一个要当农游民的靠山 永远的靠山 所以我们要帮这些农游民他们辛辛苦苦用 按照我们所制定出来的良好农游规范 然后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注意到种子种苗饮用水 灌溉水或者是这些土壤的安全 以及生产过程当中所用的肥料农药 都按照我们的TGAP联合农游规范来生产 同时做记录 而且把这些记录po上网 让第三公正第三者来做验证之后 来张贴产销履历 在一般我们都知道在超市买得到 在联手商店买得到 那可是为了要增加通路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办这个记者会 在六大餐饮的这个特色 类型里面 我们有今天在我们背板上面看得到的 那这个六大通路 我们把严选的产销履历的品项 来提供跟这些餐饮业者一起来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买得到 拿到家里面去吃 可是这个从农场到餐桌 不是只有自己家里面的餐桌 到一般消费者会去的餐桌 或者是特色的这些餐饮 餐厅的话也能够吃得到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一方面要帮助农民 一方面要帮助消费者 农粮署与餐饮界攜手 推出严选全国各产地的 产销履历食材做料理 并搭配限定期间优惠 邀请消费者一同来享用 品质认真的美味饗宴 我们同时推了两个方向 让产销履历 农民生产者一直到餐桌 这个过程当中 一棒接一棒 让从农场到餐桌 所有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安全安心 同时可以追溯到 这些生产者的来源 还有在这个通路过程当中 所有参与者 他们在卫生安全方面 所做的这个努力 另外顺便跟我们 各位媒体朋友报告 在五年前 107年的7月16号 我来接署长 那时候产销履历全国 只有15000多公顷 因为产销履历开始推动的 法制化是在2007年的1月29 2007年1月29 当时总统公布 农产品生产验证管理法 公布之后开始来推动 开始推动一直到2018年 就是107年的时候 全台湾只有一万五千公顷 那到9月5号 昨天 昨天的这个面积 统计在容量产品方面 达到9万1214公顷 9万1214公顷 刚好是我们 我上任的时候的六倍 所以这个我们的同仁 大家尽心尽力 还有我们的改良厂 事愿所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这个生产者 他愿意来配合 那现在呢 更重要的是 消费者愿意来选购 如果消费者 不来选购的话 也不足足 或者是不了解 不懂 那这样的话 前端在生产的这些农民 他就没有动力 生产半天 我还要按照这一些 卫福部所公布的 这些安全标准 对人体的这个残留 安全标准 而且我要做记录 让公证第三者来验证 同时让消费者 可以查询得到 我是怎么样去生产 然后怎么样去做管理 最后是怎么样去 把这些产品卖出去 所以每一个工 过程都非常的详细 在 现在台湾 如果是以78万公顷 来各地面积来计算 我们已经达到百分之11.7 所以这一些 一定要消费者来肯定 我们的餐饮业者来肯定 我们的团过的业者 一起来肯定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棒接一棒 才有办法来营造一个 完全安全安心 而且可以追溯的一个环境 因为 产销旅立的产品 绝对是国产 那如果是国产的话 他就不必从国外 用飞机用轮船 运到台湾来 用飞机用轮船运到台湾来 他要耗费非常多的汽油 非常多的汽油 造成全球暖化 然后造成气候变迁 对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后代子孙 在这个地球上 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 其实购买 产销旅立 或者是享用 产销旅立的这些餐饮 这样子的话 就是对 爱护地球 对全球暖化 做出贡献 农粮署另外也特别与团购平台合作 民众在线上就可以买到多元化产销履历农产 帮助提高农民收益及品牌能见度 也为食品安全永续持续铺路 产销履历 我来建立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大同区老师李 响应金纸减亮 并让普通艺术化 每年都会制作不同主题的纸意 今年别具创意 用回收的瓦润纸 制作高达近2米的七层浮图 搭配元宵灯笼回收的LED灯 兼具环保与普度起伏的心意 将近2米高的七层浮图 在普度发挥现场 看起来气派又隆重 大同区老师李 每年都会发挥创意 制作普度用的折纸贡品 今年特别用回收瓦润纸 制作七层浮图 搭配元宵灯笼回收的LED灯 白天夜晚都别具特色 普度的时候我们都会绞尽心思来做这个普度的活动 那因为这个台语说 这个古类没毒新类没色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传统来做这些折纸 那当时我们想象说 我们如果折纸用传统的折纸的话 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这些折纸的作品 可能都要上万片的这个作品 那如果要厂子好看的话 那这个至少要可能20个作品 那就要20万张 但我们在想说 那应该要环保一下 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 所谓的瓦润纸在回收 就是一般的这些家电的包装在回收 然后我们用巧思 像今年我们用这个 我们说做了这个七层浮图 就是说这个七层的这些宝塔 它用这个方式来呈现 因为我们每次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都大概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 就把它完成了 那实际上我们完成了 到今天浮度 我们都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就展示在我们礼拜 那我们晚上呢 其实我们就配合灯光计划 我们就会把那些 以往正品的LED灯 把它拆卸下来 再回收再利用 然后把它摆在礼拜 所以晚上过去 里面实际上都这样调一眼 那实际上是还蛮好玩的 法会现场还特别用布曼装饰 再加上108朵彩色莲花 华丽又不适庄严 七层浮图周围 还装饰了折纸莲花和金元宝 都是用少量的金纸 却可以摆出满满整桌 李长说 浮度是重要的民间信仰习俗 希望在兼顾法会的隆重之下 也能够响应金纸减亮 像我们这个礼拜在办的 这些活动这么大厂 那实际上它莲花至少就是有佛教的基数 至少就是说1080朵 那比如讲我举例1080朵 它莲花跟莲花座这样加起来 然后呢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 实际上它只有108朵莲花 扣除底座没算 所以只有剩5% 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的折纸量是一般这么样大厂的 这个浮度会场 我们大概减量95%的这些质量 所以对环保是有帮助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民主习俗 我们进鬼神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来做到环保 从龙船花鸟柱 静字亭到七层浮屠 老师李让浮度除了庄严诚意之外 更增添艺术气息 也让李明期待 每年都可以举办出不一样的浮度法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超过8成3的上班族在职场上遇过霸凌 有6成的上班族会采取忍状 而在受到霸凌的工作上 平均会忍耐将近两年的时间才会离开 今年24岁的Andy 曾经在物流公司担任大业班理货人员 身边同事多半十中年大叔 其中不乏黑道背景欠债的打工者 也因为自己年纪小而遭到同事欺负霸凌 之前在物流公司工作 然后身边的一些同事 大概是40到50岁的男生跟女生 然后就是背景有可能就比较复杂 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肢体上或言语的霸凌 他们就是会用手去推你 或是用脚踢你之类的 你就是没有社会人的自觉吗 例如是这样子 或是你为什么要给周遭的人添麻烦 或是你是笨蛋吗 连这些都不懂吗 这些就是会让你产生 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很没有用 后来就是让我自己就是很怀疑自己 后来就是让我觉得 我好像没有资格做这份工作的感觉 他还有就是叫我说那你就是滚回台湾 这样子这样类似的言语霸凌 今年30出头的Jack 过去在卖场担任捕获人员 员工健检时检查出需要开刀的疾病 结束留职停薪后 却在主管不断的劝退下选择离职 那我就先跟主管反应说 那我可能要请三个月假 那他可能看我现在很健康 没有什么问题 就说可能不能请太久 然后之后我就去住院 他也是有让我请 可是我住院 后来我就请我家人拿那个整顿指名去 给公司看 然后看到之后可能觉得下一条 就太严重了 然后之后就也没有来医院看我 或是关心我 然后我就觉得 这会人紧张会不会没有工作 然后就一直传讯息给他说 然后他就说 可能叫我家休养之类的 叫我不要回来上班 然后之后就一直打电话给我家人 说叫我 就是一直说 我现在这个身体可以做什么工作 然后有点自然而退的感觉 到底老大 到底老大来上班可以吗 老大来上班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超过八成三的上班族 在职场上遇过霸凌 有六成上班族会忍气吞声 且平均会待到20.5个月 也就是忍耐将近两年才会离开 那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八成三的上班族认为自己曾经遭遇过职场霸凌 那其中最常遇到职场霸凌现象 有57%的上班族认为自己遭遇过言语贬低 还有嘲讽 另外49.9%的上班族认为自己曾经被刻意的恶意重伤 甚至是散播调言 还有49.3%的上班族认为自己被刻意的排挤 另外有46.8%的上班族认为自己工作上被处处刁难 还有46.1%的上班族认为自己在工作上 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援还有资源 那另外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也发现 通常职场霸凌的加害者 44.1%来自你的直书长官 另外有36.3%来自于你职场周边的同事 那根据我们这次的统计也发现 被霸凌者在他的工作场域平均会工作20.5个月 也就是将近两年的时间才会选择离职 好如果你自己遭遇了职场霸凌的情况 通常除了可以跟你的同事来申诉 或者是来诉苦之外 我们也会建议你可以找一样被霸凌的对象 像你们公司的工会 副委会或者是人资单位来进行投诉 另外你也可以在录音录影的方式保全证据 以备不时之需 那另外其实劳基法14条也有规定 如果你的劳工在工作场域被你的雇主 雇主的家人或者是雇主的代理人 大声的咆哮甚至有暴力行为的话 你是可以不用预告的情况之下 就终止劳动契约 好根据我们这次调查发现 有超过六成的上班族面对职场霸凌的时候 会选择隐忍不想把事情闹大 那另外有超过五成的上班族认为他会选择离职 然后另谋高就有25%的上班族 他们会选择默默搜集证据备而不用 但是我们也发现 其实这次在职场霸凌的调查里面 有很多上班族如果发现了 你的同事是被霸凌的对象 有六成的人是愿意挺身而出的 那另外剩下四成的人呢 因为担心自己被贴标签 或者是也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因此选择视而不见 最容易发生霸凌情况的就是传产制造业 还有公司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那主要是因为传产制造业 他们比较重视师徒制还有经验传承 所以在职场文化里面容易发生老鸟菜鸟文化 那另外呢公司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通常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正规的人资系统 可以来处理霸凌这样的事件跟流程 所以如果发生霸凌情况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他们很多工作的权力 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因此比较没有办法处理职场霸凌的状况 因此工作规模比较小的公司呢 也有可能成为霸凌时常发生的地点 调查也发现六成七上班族表示 遭遇霸凌会在心里留下阴影 影响未来的求职路 曾中威表示霸凌对受害者产生的影响 是深远的 除了向管理阶层反应 建议向专业精神科医师求助 并以健康的方式摆脱霸凌阴影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行政院环保部为了要提升全民的环保意识 办理环境保护职人体验工作方 透过多元情境的模拟职人经验与实地实习等教程 吸引民众体认环保的重要性 模拟独栽时 环保人员的佩戴装备与工作项目 去年参与环境保护职人体验工作方的学员 陈小姐兴奋地说着课程感受 并且还想预约今年的工作方 这是环境部为了提升全民环保意识 并了解环保职人日常工作开设的工作方 今年即将展开邀请民众来报名参加 其实在参加之前并没有特别对这个议题有关注 那那时候是在下网上看到 那感觉课程非常的有趣 所以就而且想说是免费 所以就参加了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穿那个C级防护衣 因为比较好穿戴 那刚刚然后我们每一组会选一个人 然后穿这个A级防护衣 因为穿的过程比较繁杂 哦 就是其实蛮复杂的 因为像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包裙紧 而且都要用像这个胶带都要粘起来 避免那个空气的那些窗屋会进入到我们体内 然后造成还要穿戴这个面罩 那让我们比较不会受影 对这个虚拟体验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虚拟 那我们可以实际的操作到训练的人员的一些过程 那我们会透过摇杆操控还有无线电 然后进行破关任务 那我们就需要做沟通和分工点 那今年是以师傅为主题 那首先我们会在那个讲厅那些授课 告诉我们关于石虎的一些属性啊 介绍还有一些困境等等 那接着我们会 他们会告诉我们在那个科博馆内呢 有三只的石虎要我们去寻找 并观看他们的内容 那我们最后要设计一个教案 那去做发表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因为参加这个啊 会有不同的年龄层 还有不同的职业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逐步一样的结果 现在的环境保护大家的意思都很高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跟政府 来发挥所谓的环境行动力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方 就是希望大家来了解 我们的环保职人 就是包括执行环境机查的 执行化学灾害应变的 还有执行环境交易人员 他们日常是怎么样来做环保工作 让大家能够了解 而且能够一起来推动 那期待 其实我们也期待很多年轻学子 未来可以投入这样的工作行列 因为环境不成立 我们需要很多人力 大家一起来帮忙 所以我们希望多的以后 多的青年学子 可以进入这样的领域 工作方针对环境教育 环境机查 独灾防救 三项职人体验 开放全国有兴趣的民众报名 一窥环保人员 工作现场奥秘 同时了解正确环境保护知识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发挥 环境的行动力 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看到 有工厂排黑烟 你也可能看到汽机车排黑烟 或者你看到河川怎么会有污染的情形 或者有看到被气污水溢被制的情形 而且很多人都很关切这样的议题 那环保不能负责 都是这样的管制工作 那或许透过这样的活动 大家了解说 环保机关人员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 这些大家关切的环境课题 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理解 我们环保人员事实上 那他的日常是怎么运作的 怎么运作的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三个不同领域 我们这次的工作方的安排 那第一个是国立自然科学博馆 可能在座很多人都去过 国立自然科学博馆 那里面有很多的自然科学的东西 可以让你学习 那可是 假如你没有透过一个环教人员 告诉你怎么 这些事情代表什么意涵 你可能不会完全理解 所以我们实际上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环境教育人员 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专业 那透过他的很多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 包括透过标本 剧本 导览解说 让你更为理解 这些环境的预题是什么 那目的是这样子 那另外 在这个课程里面 当你踏到科学馆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这些环教人员 就会让你知道一些 你可能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他会用一些很多的活泼 生动的方式 让你理解环境的问题是什么 那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抓住大家的目光 那所以 有志成为环境教育人员 事实上就会看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那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 大概是 这个是第一个环境教育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 它里面还有一些 我们在这个设计里面 还有因为2050近零碳排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国家政策 所以我们有个专属课程 让大家以近零绿生活为一 来运作我们这样的环境教育 那包括议题分析 让你了解环境到底 人类对地球环境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还有透过桌游的方式 然后透过投入DIY的方式 让大家体验一下 怎么来了解2050近零碳排 第二部分是环境稽查 就刚刚有提到 可能很关切空气污染 水污染被窒入的问题 那还有包括化災的问题 因为很多化学物质 万一产生災害的时候 怎么来应变处理 我想大家都很关切 那所以我们实际上就在环境局的部分 透过环境的机查科 他们很多都第一线的执行人员 他们怎么样来执行这些的管制工作 让他们能够理解 那他还会提到很多我们的科技指导方式 因为现在一个科技的时代 很多的科技的方法 会让那些污染者无所遁形 那第三个部分是毒化灾 我们会在新北市消防局的 紧急应变学院来办这个事情 那我刚刚提到大家 对化学物质的灾害 可能会非常的感情 万一出了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再了解这些 复理第一线化灾人员 他们是怎么来处理的 那这边大概也跟着 化灾人员不是一般的消防人员 当然我们化灾跟消防要合作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目的就希望 让学员去体会 毒化灾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化学物质他们是怎么管理的 那还有模拟任务怎么来穿 中央一个客人叫你怎么穿那个防护衣 那防护衣有很多等级 为了鼓励民众参加 各场次报名前20名者 或成功推荐朋友参加活动 就可以获得早鸟礼 推荐礼 课程全程免费 生动有趣又多元的体验 欢迎大家来报名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疫情解封 观光旅宿业的业绩持续回升 但是缺工却成了复苏的最大阻碍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只有5成5的企业有真才的意愿 6成8的观光业无意再加码调薪 带您快来了解 担任日文导游多年的Toku 受疫情影响 长达两年几乎零收入 好不容易等到解封 国内景点仍未见大批外国观光客人潮 让他苦叹 不知何时能回到疫情前的旅游常态 从事英文领队导游工作的Chris 专门带长城的欧洲团及旅游团 虽然国门已经重启 暑假出国人数明显激增 但是欧美团却不见起色 同样也在苦苦等待 一开始当然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是外国旅客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那现在其实国门在去年的10月份 已经开放了 但是因为我主要是做日本客的关系 那日本这个国家比较谨慎 听说他们现在就是开放 但是公司这边还没有让 就是社员们有可以就是出去 就是出去玩的这个意愿这样 那加上现在日币比较便宜 然后国内的饭店的费用也调涨的蛮多的 所以导致日本旅客现在来台湾 有点却步的感觉 简单来说我疫情前的话 我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五天 至少五天要带团 可是现在我到目前为止 只零三接到就是一两个比较小的case这样 目前叫做缓慢回温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去 但是团量很少 那团量很少不是因为旅行社他不想要出 是因为没有航班 因为你知道三年 然后很多航空公司关闭才远了 那这些机师很难再回来 很难很快的 这个飞机又买回来 然后机师又回来开飞机 所以航班很少 所以对旅行社来说呢 他的成本增加抢不到机位 抢不到机位通常大概十五个人 就会有一张团体票FOC嘛 是免费的 那现在没有什么团体票 每个都是单独要个别买的 如果说你很紧急的话 硬要抢到这个朋友 好不容易有一个团员临时抱进来 最后一分钟一张票四万块来回 很贵比以前的好几倍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观光产业对于今年景气 抱持正面态度的企业高达八成五 但询问业者下半年是否开缺真材 结果显示只有五成五的企业 有真材意愿 更有六成八观光业 无意再加码调薪 根据我们111目前资料库的显示 观视观光产业呢 今年就有超过五万三千个工作机会数 那对比疫情比较低迷的时候 足足翻了两倍以上 那目前比较缺工的包含像是第一线的基层全职人员 比如说像是房屋人员 柜台人员 还有厨师 以及业务跟内勤客服等等 好因为根据我们的统计 今年呢 下半年度只有六成八的企业是没有意愿再加薪 或是提供其他福利 只有32%的业者表示 有可能会有调薪或是其他福利的展现 那主要是因为根据主计处统计去年的1月到11月 观光餐饮业呢 他们调薪的幅度已经超过了5% 远远胜过了金融业 所以再加上今年呢 有五成四的企业表示 上半年度已经帮员工加过薪了 那在这个加薪导致他们获利产生一点压力的情况之下 下半年度想要再加薪是比较困难的 真采意愿比较高的 像是星级饭店啊 主题乐园 还有饭店商场跟观光工厂等等 之前是因为受惠了一波国内报复性消费的人潮 但是像是旅行社还有民宿业者 有一些资本额没有那么雄厚的种小企业 可能他们平常接待的是国际观光客的团客 那现在呢 在团客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 他们看不见实质的收入 所以导致他们会抱持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情 所以采取现行有的人力来进行公司的营运 疫情刚开始 然后所以饭店这边也有一些人力的一些调遣 然后到后面就是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 所以开始就是有一些就是人力的调动 那因为人力调动之后 跟我原本想要做的产业类别就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后来就自动请辞这样子 后来因为就是想说要找其他的收入来源 所以有去广告公司 然后开始接了一些平面的拍摄 跟就是广告的收入 然后甚至后来开始接了一些 不只主页是婚礼的主持 那后来开始接了一些活动类 比如说记者会啊 或者是一些商务的活动 那开始把后面的就是前面之前没有赚到的 慢慢慢慢赚回来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资料库显示 目前观光产业有超过五万三千个工作机会 和疫情期间相比已经翻了两倍 但疫情警戒期间不少从业人员早已转换跑道 短期间清皇不接提高企业增采难度 好其实我们人力银行会给出三点建议哦 第一呢就是希望业者不要再执着于寻找全职员工 可能改用一些即时员工或是兼拆的方式来弥补人力缺口 那第二呢是把一些工时比较长的工作 比如说像是柜台服务人员改成两班或是三班制 然后再搭配一些工时比较弹性的高龄就业人口 来让他们的这个服务不会中断 那至于第三点呢则是旅宿业者 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自身的优势 提供员工除了加薪以外的福利 比如说他们可以提供免费的员工餐厅 或者是免费的员工住宿来节省员工的通勤 交通还有时速等等的费用 在没有办法帮员工开源的情况下 用节流的方式来吸引人才 另外少子化现象也直接冲击产业最缺乏的继承能力 人力银行也建议可以用兼职或弹性工时 并以现有资源提供福利提高就业意愿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各家的月饼礼盒起初抢双击 喜汉尔基金会这次用传统月饼工艺 搭配洋芝甘露抹茶QC 文山茶等创新可味 并邀请艺人林心如代言推荐 喜汉尔基金会推出的中秋月饼礼盒 选自吉米样本 忘记清一下中的经典场景 作为外包装 让购买民众随着画面去旅行 同时邀请艺人林心如代言 发挥自身影响力 判民众中秋认购喜汉尔礼盒 同时做工艺 烏豆沙蛋黄 看着新闻姐姐给她介绍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 烏豆沙跟甜蛋黄 很赞很赞很赞 来来来 那第二款呢 羊枝甘露月饼 羊枝甘露里面是 大家现在最夏天最受欢迎的口味 对 里面有什么 羊枝甘露 盐奶对不对 好 另外呢 是很多人都最喜欢的了 巧克力 坚果 里面有巧克力 坚果 焦糖 还有焦糖 而且呢 它工丝饼皮就是纯纯的巧克力 对 好 那下一个呢 抹茶 Q是什么月饼 里面有抹茶 跟Q 跟 呱吉 呱吉 好 那下一个最后一个是 三茶月饼 因为吃起来有茶的香味 那我们基金会呢 从二十八年前成立 但是我们月饼已经卖了二十七年了 所以呢 我们有很成熟的这个制作技巧 而且呢 在这么多的工艺品牌里面 就是我们喜寒盒 真正有三家 两万 ISO 两万二的烘焙冰屋工厂 还有一家ISO 两万二的冷冻庇护工厂 是为我们让我们的 总共呢 我们在这边就业的伤儿 有三百多个伤儿 那他们每一年的五千多万的薪水 其实都是从 社会大众购买我们的商品 去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些收入 所以非常谢谢 然后我们也很用心 不管在我们的品项 画面 盒款 我们一直都很用心 我们今年的品项呢 就是也都兼顾到年轻人的口味 比如说有文山茶啦 有这个抹茶Q心啦 那当然也有传统的广式月饼啊 还有蛋黄书凤梨书都有 还有羊汁甘露老师 羊汁甘露现在好红喔 那个羊汁甘露也有 所以呢 所以呢 真的 我们的用心就是建设大家 然后我们的画面呢 我们已经二十年前就开始跟吉米有合作了 那近七年来每一年的中秋月饼都是由吉米来提供他一本 绘本里面的一些主题一些画面来当我们的壳面 那今年我们是用忘记清一下这一本绘本 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有一个孩子 然后他就是坐火车去旅行 他就想到一些他忘记了的事 那我们提这个画面呢就让我们选了一个主题叫做跟着心去旅行 那刚好我们今年的爱心大师就是我们的心如小姐跟着他走就没错了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的这个核款呢其实也是要符合环保嘛 所以我们核款又要漂亮又要符合环保 所以我们今年有双城盒其实大家可以拿回去收藏的 可以放一些小小饰品这个叫做心占典藏 然后另外一款叫做缤纷旅途 它是旅行相似的 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带着回去 所以呢今年呢不管个人送礼啦企业采购啦 还是说你愿意把这个饼买支持汉儿以外 另外再送给偏箱的孩子或者弱势家庭 我们都有提供可以让大家很好的选择 应该是六年多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买了喜汉儿烘焙的这个饼干 当成他的这叫什么 迷月礼 对 突然忘记怎么讲 那对当他的迷月礼送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在女儿的出生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一份幸福 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她到这个世界上 来的这个开始的时候 就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一直在关注有关于公益的这件事情 然后对于喜汉儿这个烘焙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每次经过那条 光沪南路那边有一个烘焙房 我每次经过的时候 名声店 是名声吗 就是在光复店 光复店 光复店 对 然后经过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一些 面包啊 饼干啊 甚至是在路上 常常在 应该是中校东路基隆路口 都会有一些汉儿在那边卖饼干 每次看来都会买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只是举手之劳做工艺 可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对他们努力 他们的肯定 嗯 传统月饼工艺搭上创新口味 羊汁甘露 抹茶Q芯 文山茶等新口味 让喜汉儿们大展身手 搭配漂亮聚收藏的外盒 要在中秋节将用心制作礼品 与美食的心意传递给大家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国道中山高发生了一起抢盗案 一辆原本在长庚医院排班的继承车 遭到嫌犯偷走 随后在国道与货车发生车祸 而窃贼竟然试图抢货车 反遭到驾驶制服 警方实施拦截围捕 顺利将嫌犯带回 国道路均 国道路间一辆建车车头毁损 左前轮爆胎 只剩下旅圈 而后面的白色小货车 左侧车身严重擦伤 男子就蹲在草丛里 雙手被上铐 看似精神恍惚 原来建车是他偷来的 連插状的白色货车 也差一点被抢去 他刚才在门口 我说快点快点快点把我董车 他说 这车哪我人在这 车哪会走 结果他不去董也没得到 要不然我们就趕快了 要去那里撂 案发在5号下午2点半 张姓嫌犯 从台北车站要搭车到野柳 中途在基隆残根医院 提早下车 看见一辆排班建车 当时车上没人 就直接把车开走 徐姓建车司机上厕所回来 发现车子不见 赶紧通知警方 前往拦截围捕 没想到嫌犯把偷来的建车 开上高速公路 却在南下5.5公里处 与马姓小货车驾驶 发生差状 看见对方想找他理论 竟然异想天开 想再抢走小货车继续开 我驾驶我想说 怎样呢 你不够处理 你不够开车走 我这样不对 我就会抢下去 抢下去 我先扭打 扭打 扭打之后 更报警 双方发生扭打 线上拦截围捕警网 即使赶到 当场逮捕张姓嫌犯 他有毒品窃盗多项前科 事后也坦诚 前一晚有使用毒品 本市某医院前 一部计程车召窃 实施线上拦截围捕 下午14时40分许 失窃 机程车在国道南下 5.5K处与另一部自小货车 发生交通事故 张姓犯嫌 企图在行抢该部自小货车 与车主发生扭打 本分局线上警力即时到场逮捕 全让医窃盗 及强盗罪嫌移送 基隆益检署 侦犯 嫌犯偷走計程车 开上国道 插撞其他车辆 由偷变成墙 行径实在太夸张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办理时光穿梭 魔法服装秀 祖孙走秀活动 将一衣一故事的废弃衣物再创新 加入植物创意欄 及品牌创意 让人感受到时尚海洋的魅力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与环境部共同办理的 时光穿梭魔法服装秀 海洋很时尚 以绿色衣橱的概念 整线近临绿生活 我们永续的概念 就意改造 或者是把一些 生活上不需要的废弃物 能够去做一个整合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就是我们如何 跟海科馆去推动永续 结合绿色衣橱 以及把一些环境 落实在社区上的推广 那我们也透过祖孙节 我觉得其实 爺奶奶们 可以很开心 跟自己的孙子 能够一起参与活动 以创意发想 赋予旧衣物新生命 服装设计再创 近两个月 以祖孙走秀的方式 串起祖孙情仪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有很多 我们旧爱新欢组 是用我们的二手衣 去做我们这个造型的衣服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然后展现出来 觉得很开心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跟吉他姨妈一起参加 很开心 我觉得今天这个走秀还不错 就是表现孩子的一些自信 您看到我这一身衣服呢 其实我们学校一个 非常棒的男人老师 他们呢在学校呢 就制作了这一身很美丽的衣服 那为了要让这个活动更为真色 所以我亲自下场 来介绍这一套衣服 共创改造后的衣服 带有浓浓的日式风 与具有时尚潮流的活力 把环境的保护这样的议题 跟我们的祖父母节的议题 整个结合在一起 用回收的一些衣物 然后重新在设计之后 就变成一个很时尚的一个时装 现场座无虚席 民众被博物馆的议场秀 深深感动 我觉得海科馆能够融入地方 融入社区 让我们更跟海科馆 更认识海科馆 可以跟海科馆结合在一起 非常高兴 希望海科馆能够继续的 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走秀活动中还有设计师组 由三位参加国际超模等大赛的 听证者参与走秀 让观赏者感受到海洋元素相融的 设计和对话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以为明天天的市场 大量的适应 上河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洗澡通风保安康